同样是有关前首相停案的消息 部城上诉庭则定明年2月28号和29号 一连两天临审总检察署 针对高庭撤销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四项滥权罪状所提出的上诉申请 法庭预令上诉方必须在最迟明年1月28号提交陈词 达辩方的期限则是到2月16号 达辩方也需要在最迟2月26号 成交回复陈词 高庭法官莫加米尔在上个月 基于控状存在缺陷 批准慕尤丁撤销四项 涉及2亿3千250万令吉的滥权控状申请 宣判慕尤丁无罪释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延段 启满刀